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 加油 快到了 快到了 加油 還有一個禮拜 我相信你可以的 別擔心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來做積耐力訓練 做五十個深蹲 堅持一下 拿出毅力 加油 來 我還準備這個 讓你體驗一下 抵達終點的感覺 你看 你看 你這樣就跑過去 穿過終點的感覺 每一項競賽都要堅持與努力 才能到達終點 但是在卡關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在旁邊陪伴你 給你鼓勵 給你支持 或許你就可以很快地突破難關 我們都希望身邊有一個人可以告訴我們 我相信你可以的 相信 兩個手語 我相信你可以的 重點是這個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好 相信可以 兩個字會就完成 相信直接這樣子打 兩個手合併 雙二 打叉叉 其實是信仰 相信 相信 都用這個字 一下 好 那這是一個指相信的手語 就是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那你要相信我呢 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他 好 只是這樣子比 可以 可以這樣比 好 我相信你一定辦得到 我們的老師如果很溫柔說 你可以的 你要加油 你可以的 可以是可以這樣的比 我相信你可以的 但是我們如果給你百分之兩百的能量 我相信你絕對可以突破難關 嗯 這是非常肯定的可以 絕對可以達到 那不可以呢 不可以就直接 嗯 嗯 難啊 那通常我們要給人家正向的鼓勵嘛 所以要給人家信心 信心呢 打信跟心 信 心 那毅力呢 堅持跟毅力 我們如果每個人都要突破各種難關 一定要下定決心 我們 忍制就是 心上一把刀 堅忍不拔 而且下定決心 這個人就是非常的堅持 因為要突破各種的困難 堅持 另外一種筆法是 責善固執的人 他這裡很堅持 所以我們打70 在這裡 這是固執的筆法 手語 固執 他很固執 但是他又下定決心 那我們就說 他是一個責善固執的人 他目標很清楚 所以我們如果是講 意志型的堅定 但是如果環境上造成很多挫折 他堅忍不拔 我們就用這個 嗯 因為他能夠突破難關 突破難關我們先打一個難 捏一捏自己的臉皮 哎呦 真的好困難喔 而且要把這個難打倒 打倒 對 後面這個人 打擊前面的人 突破 克服 都是這個字 克服困難 只要克服困難 就一切都不難了 對不對 今天去比買通 我相信你可以的 你學會了嗎 我相信你可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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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可以的 gerçekten Choose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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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隨便